他敢把前几张照片放到PPT里 胆大心细 他心不细 但他胆挺大的 对 胆挺大的倒是 小赵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弄巧成拙 其实你前面想表达的是 你跟老师都做过些什么 但是反而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在学校做的你认为好的东西 但是在企业家那边未必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 也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就现在的大学生离职场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其实学生干部 我说实话 我们怎么去评估一个在校的学生 他的这个履历 到底对于我们未来 就是我们职场选择这类的学生 我也会比较看重是说 就是你的社会实践 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价值 刚才你的照片 如果说你说你组织了多少场 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在这当中 比如说你通过你的努力 拉了多少个资源 给到你的学校也好 身边的你的同学也好 有什么样的好的资源 其实这是我们比较看重的部分 而不是说我当了个官 是吧 但是我再说的刻薄一点 就是你上来是学艺术设计专业的 你看你这个PPT 从设计到结构到内容 其实没有太多的可去之处 你把那个PPT翻译过来 其实叫什么呢 叫PowerPoint 如果既没有Power 又没有Point 又什么呢 你既没有力量又没有观点 这东西你做来干嘛呢 是吧 这家音有点把这小孩给说懵了 没有笑容了 这个建议特别重要 就不是他讲到是 大学生你秀经历 不要光秀 你干了啥干了啥 你要看你干的量化的结果 然后包括你整合哪些资源 提到这一点 对对 这也是他刚才面试的问题 说实话很正常 因为很多大学生 他不会KR结果 他就享受那个过程 在做校学习部部长 当学生会干部的过程当中 最有成就的事是什么 把我的一名干事 从一个刚进学校的小白 然后带成了现在要 有资格去选主席的一个人 就学生会主席 校学生会主席 对 好 你都怎么带着他 首先的话 就是说他工作能力嘛 因为不管坐什么位置 然后工作能力都得上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要说 是看他的情商了对吧 有时候情商太低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很看重情商高低吗 对 比较看重情商高低 对 比较看重 因为你要是就不管 你能力再强 然后再好 说话不知道轻重 然后人家会怎么看你 你也不知道 就那种 我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你带你部门的干事 你会给他们传授 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对 后面坐着坐着的话 就感觉我们部门 给了我不仅仅是一个 学生会的氛围 更有一种家一样的感觉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做了很多事 然后服务了很多同学 让他们的客与生活 更加的丰富多彩 对 对 对 您现在从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了吗 还没 我一月换届 快退休了 继继续发挥余热 离开了学习部 但仍然要关心 学习部未来的发展 你好像我的老部长 像什么 我的上上任部长 我像你的上上任部长 你进队部门了 你们觉得现在状态 有被影响吗 我感觉也被影响了 他心确实挺大的 但他讲的话吧 确实还不够具体 大家已经注意到他 比较喜欢讲过程 不喜欢讲结论的 这样一个特点了 优点我们刚才知道了 缺点呢 缺点缺点倒是一大堆 就是 心大 对 心太大了 然后比较固执吧 固执在哪方面 比如啊 我的一个干事嘛 然后给我提了一些意见 我的一个干事 这个学生干部的状态就来了 你马上是学生干部 我的干事 我的 平常可能会收敛点 但是 我确实改不过来 对 也就不是说 别人提到我都能改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缺点 他们让你改啥呀 就是 平常 是你不想改 还是能力不够不能改 跟你说话 真的是我 能力不够不能改 所以你就说清楚 改我性格方面的东西 你性格怎么了 比较祥和 不是 我觉得不是祥和 我觉得你当时还祥和 只想我觉得是 跟你沟通真的好累啊 如果我觉得 我觉得 谁当你的上司 会把他逼死的 就我觉得你 就整个是墨迹 不是祥和 就太墨迹了 对 墨迹 可能有喜欢他这款的 你觉得自己墨迹吗 有 这个时候是特别考验他的时候 就是有企业家 对你有一些不满 是你 压力免质 压力免质就是属于这种风格 是吧 你有的时候做事 会不会单纯地依靠 个人的好物去判断 不会 你在学校学特效软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喜欢 教特效软件的老师 你先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刚开始是 是吧 对 对吧 最开始不喜欢的 对 是不喜欢那个老师的讲课风格 然后我就会 不喜欢这个软件 然后就这种 那你在职场当中 会不会因为一个 你不喜欢一个领导 所以不喜欢这份工作 不喜欢这个 他交给你的任务和工作呢 不会 这个是明面 就这个是比较工的事情 对 然后我会 什么意思 要工的事情什么意思 公司分明 对 公司分明 那跟刚才你讲的逻辑是一样的呀 凡事的话 就是有个结果 结果归在我自己身上的东西的话 我的话就是说 会比较那个一点 然后对于上级交代下来的东西 我是还是会去完成的 就是不管再怎么 我都会去完成 也不会不喜欢那个上级 因为我 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如果是我个人的得失 我有可能会任性 但如果是影响到公司的 我一定会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这是你要表达的吗 对对对 好 加油啊 我觉得他已经紧张了 对吧 现在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因为他手 身体姿态 身体的姿态 身体与眼睛 你看 退眼镜了 如果对于这样的大学生 他要在面试当中遇到压力面试 你有什么建议呢 告诉他在哪儿要挺住呢 其实第一还是要 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对 你来之前 管理好自己预期 现场就抓住那些 你想去争取的 并且喜欢你的老板 对 还有一点是 特别重要一点 就是一定不要去解释 对对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质疑的时候 你先听着 谢谢大家的建议 对对 但是注意到这点之后 调整自己的面试的一个重点 对对对 突出自己的优势 优势实在最重要的 对对 刚才他回答马瑞的那个 我倒是挺给他加分的 他至少说明他有大局意识 我想这个和他在学生会当中 担任学生干部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 大师老师 我不觉得那个是 纯粹短板 因为本来模型师 这个是一个特别枯燥的工作 反而是他这种 慢慢的这种性格 其实还是挺适合做模型的 他在那抠 我的感觉是 他不是慢性子 他就是咱们跟人家有代沟 就是那种 他01年的 然后我们的工作经验 生活经验多一些 包括前面出现的 很多问题都是 我感觉是不是 咱们不会聊天 我已经对我发生质疑 我同意你的 我理解你的代沟就是 代沟 她是我的长辈 对 就是 我有那种感觉 就是您是领导 或者德国康重 我们是要 对 就有点重 完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其实是这样 雨昕 我跟这样解释 就是我有一个 也是四川的成都的朋友 其实跟他一样一样 他做事情 其实做得挺好的 但是表达的时候 就是叫你公民 我们有个四川的 在第二现场 这个成都的朋友 你看那嘴快成什么样了 这都 你是说杨荣是吗 对 你看那位四川的朋友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急得不行了 因为我们觉得 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大家都没发现 比如说我们觉得 他非常的直接 真实 而且性格也很稳定 并且的话 我觉得其实他所随着专业 和他性格是很匹配的 起码在这个年纪 作为实际生来讲 他还准备了自己的PPT来 这个态度还值得 这个承认和认可的 当然他可能 因为没有进入过职场 所以灭于大家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有点慌乱 这个时候我觉得 作为这个 已经有职场经验的 比如说雨昕啊 就大哥哥 大姐姐啊 什么寒一啊 就应该站出来 力挺一下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来自成都的朋友 杨荣 你要坐在台上 你早拍桌子了 现在你坐在台下 你就挑边鼓 挑边鼓